大家好,我是珍妮,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吧 這期和大家分享廣東的家常菜,蜜汁豉油雞腿 雞腿1000克 洗乾淨後,用廚房紙吸乾淨水分 沿著骨頭在雞腿最厚的地方一刀,這樣比較容易熟 有皮的面就不要切,保持漂亮的樣子 調味料無非就是割機中 蠔油、生抽、老抽、米酒還有蜂蜜 米酒、老抽約2湯匙,先將雞皮上色 這樣做的目的是節省時間 下鍋後,不需要向雞不停淋醬油上色 淘寶均勻後,放在冰箱醃15分鐘 薑10克,切片切條也可以 紅蔥頭2個切粒 桂皮2塊,香葉2塊 8角,需要4個小角就可以了 有時,我會拿走這3種香料 加些滑梅進去,這樣就變成一道菜式 滑梅、豉油雞腿 用中火,發生油1湯匙 雞腿下鍋時,先將豉油抖 少三些油遇到水會彈起來 雞皮向下 廣東傳統的豉油雞是直接浸熟的 不需要煎 但煎過的雞皮吃起來更香 而且雞腿比較肥 煎過後,雞油會滲出 減少油離感 夾個蓋擋擋 防止油彈到周圍 兩面都煎得有點焦黃 一共煎了3至4分鐘 要注意,火力不要太高 否則就會焦焦 泥米酒2湯匙 加入全部香料 將雞回來,順便將香料放在鍋裡 加入清水200毫升 醃雞的老抽倒入 生抽、蠔油、蜂蜜 割2湯匙 如果沒有蜂蜜,可以用冰糖或蜂糖代替 再將雞翻過來,改為小火,煮15分鐘 15分鐘後,將雞翻過來,雞皮向下 試試味夠不夠鹹 我覺得淡了點,補了鹽1.4茶匙 繼續煮15分鐘 煮15分鐘 整個過程要用小火煮,一共用了30分鐘 拿出雞肉後,用隔油膝把渣撈出來 準備澱粉水 1湯匙澱粉加2湯匙水,比例是1-2 趁現在沒有煮起,慢慢倒入澱粉水 一邊加一邊攪,這樣澱粉就不會結成快 轉為中火,將它煮滾 放些汁出來,等一會兒,你就會知道它有什麼作用 關火後,放入雞 我們來看看,雞腳的皮沒有收縮得很厲害 說明這個雞的溫度還有時間,掌握得剛剛好 如果皮收縮得很厲害,說明煮的時間或溫度過高 用中火,將硬度中等的豆腐煎至兩面金黃 淋上剛才的豉油雞汁 這麼棒的豉油雞汁不用煮豆腐,我覺得有點可惜 拿一些芝麻就可以出了 做豉油雞,關鍵是控制好時間做溫度 低溫做出來的豉油雞,它的肉質非常嫩滑 皮爽肉滑,帶蜜糖的甜味 大家不要覺得日式的照燒雞有多好吃 其實中式的豉油雞才是獨補天下 喜歡的朋友請幫忙點贊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